其實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就是你必須先面對 這根本的問題 就是高端不是疫苗 高端是你自嗨的 是你拿來練才的 是你謀才的 謀才當然我相信 你可能不想害命 但是你為了謀才 就不惜害命 基本上它就不是個疫苗 你先承認這一點之後 很多事情都會迎刃而解 包括什麼 包括即日起就停打高端了 不要再造人去打了 雖然台灣民眾 其實也是有智慧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衛福部今天最新的數據 13、14號兩天 13、14號兩天 接種高端第二劑的 有1000多少人 那這個部分其實不忍苛責 因為第一劑已經打下去了 那不然怎麼辦 我還是得打第二劑 那另外接種第一劑的 277人 13、14號兩天 還有277人 去接種高端第一劑 那我也不知道 他為什麼還要再去 接種高端第一劑 那有朋友告訴我說 也許是移工 或也許是一個身不由己的狀況 又或者是其他什麼狀況 我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換個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民眾基本上已經丟包這支疫苗了 對不起 對不起我更正 我道歉 他不是疫苗 基本上已經丟包高端了 高端其實也不是現在才被丟包 現在是被台灣人民徹底的放棄 早在之前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然後孫昌支持度之所以回升 就是因為他已經丟包高端了 他沒有要再為高端在那邊擋子彈 帶鋼盔往前衝 所以BMT可以進來 進來越快越好 另外其他疫苗我也去網路上 我也去這個國立市場上面找 高端基本上已經被 已經被整個國家 從過去護航他的人 到現在一般民眾 基本上已經丟包了 但問題是 我們很多政策是之前的那些 那些問題延續到現在的 所以你必須面對 你現在面對的方式 就不是像這樣子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你可以叫蔡英文跟賴清德 去驗抗體 他們不是打完兩劑了嗎 去驗一下抗體 看他們抗體到底是多少 你起碼有個基準 打完高端兩劑 如果到最後 就像我們之前公布的 那些測驗報告來說 高端就算打完兩劑 抗體會一下衝高 很快掉下來 那如果他根本沒抗體 你就再去打 你真的叫民眾再去打其他的 補打其他的進口疫苗 大家心裡也會比較安 但是同時你一定還要做 嚴謹的科學試驗 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先面對 你過去曾經在惡搞這件事情 然後把高端這件事情 就不應該出現在市面上的 去讓很多民眾打到體內去 你先承認 然後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子 你就會講的語無倫次 莊延祥今天這一段說 這個副作用確實會比較增加 拜託 所有的醫師 今天所有媒體在那邊訪問的醫師 像什麼林氏璧醫師 他們擔心的副作用是心肌炎 莊延祥在那邊講什麼 頭痛發燒 你笑死人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講什麼 你乾脆閉嘴 真的我覺得人不要這樣子 面子是人家給的 臉是自己丟的 你不知道講什麼的時候 你就閉嘴 講了一些什麼五四三的 難看死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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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är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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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